交通部公布多项7月交通新制 机车申领牌照检验 大型重型机车定期或临时检验时 机车轮胎胎纹将纳入检验项目 不合格应与一个月内复验 否则调扣牌照 大型重型机车不符规定 可储3000到6000元罚还 另外也将电动自行车纳管 不能变更速度上限 路政司科长赵敬伟说 当规则修正 就是要求说 以后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必须悬挂 机车用或自行车用的安全帽 在检验部分的话 也申定相关的一个检验的规定 包含了它必须要 粘贴放大版的合格标章 高铁南港站将于7月1号通车 当天起全面调整时刻表 每周总班次减少26班 但直达车大幅增加40班 共292班 北高车程缩短1分钟 为95分钟 非直达车从南港站站停 到左营则为145分钟 此外7月1号上路的新制度 还包括车辆出厂 必须安装胎压侦测辅助系统 前台1137间邮局 开门时间延后半小时 实施在货货柜总中验证 停办法往日本冷藏国际会计邮件等 经过记者留心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